我们虚化乱到了结 前面是换 人心涣散 那怎么样呢 就把它聚拢起来 就要做一些节制 出来结 顺其自然 自然而然就要如此 就会这样 结还代表 忠孝结义那个气节 你凡是跟结有关的字 结直 那都行 其实不相关的 也都可以延伸了 只是说这个更直观一些 那易经它无所不帮了 那看上面 是一个水 下面是一个 泽 代表快乐 但是你一开始就高兴了 难免高兴得太早 艰难险阻 在前面等着你 水又代表财 又告诉你要节省 那都是这个意思 说亨通 因为你节约嘛 你可以用的时间很长 但不可真 就你长期 虽然说是一个好的习惯 但是你不能老是 节流不开源呢 那就这么说 出酒 当然好 因为他当位 那钱挂 前龙无用 就告诉你 不要太着急 先节约 先节制自我 就是了 上面有 上面有跟他相应 所以这个很急的 那九二 不出门听胸 怎么搞的 九二通常是急的 九五 当然更急 胸居然 那我们来看看 虽然他是中位 但是一 不当位 二 上面有个阴 也是不当位 居然跟他 成价于他这上 他居然 称托阴 可见这又多了两胸 其次 跟上九 这个九五 又不相应 所以是 除了中位 他没有什么 好的地方 也就是说 九二本来是 见龙在田 应该出门 但是 出处是坎 他出来也没用 那所以 这个阶段就 只能是 坚守正道 硬一点 柔一点 等待尸击 不要太激进 六三 按道理六三是 最凶的 他是说了个五九 其实就是让你 自我反省 人到了底骨 你看他成了个羊 本身不当位 那就是 臣犯君 细菌往上 跟上九 上六 又不相应 又在三一 二多凶的位置 所以说 已经产生结果了 你笑 到最后 已经哭了 没什么可笑的 只剩下了 空空的 哈哈哈哈 所以呢 就告诉你 这个时候 人 飞到 痛到极处 他不知反省 那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六四 就非常好了 他衬托一个羊腰 然后同时 应该羊腰都当位 又跟下 出六 这个出九啊 相应 所以说非常好 六四 扩难无救嘛 就是说安节亨 差不多 就这意思 九五 干节 如果作为一个君 他能守到 气节 是非常的难的 非常好的 那 王 有上 利于高尚形势 教化民风 上六 则不然 这个节啊 就是我们 一开始 挂谣 挂死 其实都说过了 不可真 你不能说 本来是好的 但是你一直这样 就不好了 就穷则变了 需要变 变才能通 你光 节省 该花都不花 该做都不做 那就不好了 就行不通了嘛 孤家寡人一个 但是